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卫成为一国之君 对于记者的国家一定有满性的期许 大卫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赞美神 他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 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 神的属性是慈爱也是公平公义 大卫对神的态度是顺服的 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去问神 对于百姓大卫立即要成为一个 失慈爱和公平的王 大卫是一位和神心意的人 从他的动机和作为 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这么喜悦大卫 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 应该要先称诵神 心里面充满着柔和跟顺服 对人我要公平 并显出慈爱 大卫他立志存完全的心 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大卫跟他的幕僚团队 表明要竭力追求神的心意 等候神的来到 大卫单单仰望神 自己国家的时候 窃窃可慕神的同在 在第三节讲到 斜屁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 魅力人所做的事我甚恨物 不容站在我身上 并且大卫要远离二人二世 第四节说到 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 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 对于眼目高傲 心里骄傲重的人要远离 大卫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的恶人 作孽的变异的人都要减除 人跟人之间的想法 其实是会彼此影响的 因此有梦母三千 有敬诸刺 静默则黑之说 平常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有小朋友开始说 好无聊哦 然后呢 陆陆续续就会听到其他的小朋友 也跟着说好无聊 有一个实验叫做破窗效益 是犯罪学的理论 这样的这个理论认为 环境不良的现象 如果被放任存在 会幼使人 效仿并且变本加厉 以少许破窗的建筑物为例 如果不加以维修 就可能会被破坏者 破坏得更严重 甚至纵火犯罪行为 都可能随之发生 一条人行道 如果有少许的垃圾 不加以处理 不久之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垃圾 最后大家会理所当然的 把垃圾圈随意的丢在地上 如果没有马上进行改善或修复 这种不良的现象 可能就会逐渐被接受 而且逐渐扩大变成很严重 因此大卫 他不愿意任何的恶 在他身上 作孽地从耶和华地成立检除 这样的恨恶罪恶是对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我们也要圣洁 大卫期盼他的百姓 是诚实忠心的人 当他登基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求神帮助他 他手中的功是他的百姓 他向神宣告 要有慈爱跟公平 我们常常检视自己手上的功 我们是不是常常称颂神呢 说赞美的言语 我平日是跟什么样的人亲近呢 是神喜悦的吗 是不是常常被其他人影响 让我们在神面前不专心呢 我们的心是要完全正直 不要远离神 即使在风雨中 我们仍要与基督一同作王 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爱天父 我们可慕你的公平公义 社主啊 我们要用口来赞美你 要称颂你的作为 我们愿意遵循你的道路 顺服在你的面前 成为一个守洁清新的人 愿神日日与我们同在 愿神日日与我们带领我们 使我们前面的道路 可以与主同行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